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TVB绿叶王谭炳文患癌时事,这些习惯最容易得癌,如果您有的话最好戒掉。 据香港媒体报道,有着业界配音皇帝美称的配音界鼻祖人物谭炳文先生于9月5日不幸离世,终年86岁。 据媒体报道,最近几年来,谭先生一直身患不适,但一直以为是小毛病,且他本身热爱配音事业,并不愿意归影,享受仍伦之乐。 在上半年,谭炳文先生还续签了配音工作的合约,下半年来因身体疼痛难忍,才去医院做了检查,本以为只是不起眼的救济,吃点药物就可以缓解。 谁料小,肺癌一次,不幸落在了谭先生身上,且已是晚期。 随着癌细胞不断的扩散转移,谭先生前几日已经出现呼吸艰难,最终因病情加剧,撒手人寰,家人沉浸在悲痛氛围中迟迟无法自拔。 实际上,这些年来,谭炳文先生做了几次心脏手术,去年还做过血管手术,也深受骨刺的折磨。 但即使是这样,他也仍然忍受病痛继续工作,未曾想过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在配音事业上占到了最后一刻。 谭到谭炳文先生,许多了解其为人的朋友和艺人都赞不绝口。 谭炳文先生,祖籍《广东新会》后去入籍《香港发展》,是香港少有的涉足演员、歌手、配音播音和导演的多细艺人。 业界多夸赞其为五细艺人,给予他播音王、播音皇帝的美好。 作为一代杰出英才,谭炳文先生自1950年入播音行业来逃离满门,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还培育了数不尽的播音界的佼佼者,更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赛马评述员,可以说这几十年来他受果累累,逃离满天下。 1964年,谭炳文先生出演其首部电影《改造小姐》,以其经验不俗的演技和表现里深获电影人的追捧, 并于1966年辞去播音职位,开始了与同期著名艺人李湘琴合作拍摄电影。 谭先生成名于60年代,黑胶唱片时代,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尤其是筷子人口的歌曲《旧欢如梦》更是风靡一时。 1968年,谭炳文先生正式加入了无线电视配音组,直到1990年离开无线电视,转投亚洲电视。 其间,他活跃于粤语配音节,奠定了他业界地位,更是开办了无线电视的配音训练营,培养了众多优秀的配音人才。 其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如今都成为各个电视台的佼佼者。 在几经波折后,谭炳文先生于1999年再次回到无线电视,并于2014年获得终身成就奖。 纵观谭炳文先生的一生,他不仅是为天才,更是以自己兢兢业业,不懈地努力于拼搏,奠定了自己深厚的艺术水准和受人尊敬的业界地位。 正如曾经在采访中他说过那样,他曾经七天七夜未曾睡觉,这样的敬业精神,试问当今的艺人又有几人可以做到呢? 谭炳文先生的赫然离去不仅仅是香港艺术界,配音界的一大损失,更是世界华语配音界的一大损失。 对于谭炳文先生的离去,配音界都感到十分的意外和难过,但回顾他的一生,堂堂认为他的一生应该带给我们太多的惊人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太多有价值的精神养分。 应该说谭炳文先生的离去没有太多的遗憾,他倒在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岗位上,他留下了足够慰藉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深入我们灵魂深处。 他生活中的很多好朋友看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发文表示悼念。 汪曼玲说,他当时因为腰痛正在为是否做手术而烦恼,从来不断找不同的医生深入检查,才窒息使肺癌并且扩散到骨。 陈家上还对谭炳文的女儿说,孝顺女隐隐节哀。 据谭炳文的女儿盈盈透露,父亲走得很安详,谭炳文的一生都在为他喜爱的演艺事业努力,虽然他因肺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会永远地留下观众心中。 纵观谭炳文先生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都奉献在了心爱的事业上了。 堂堂对于这样一位配音艺术家,一位品行高雅,兢兢业业,为所爱之事,终其一生的梦想追逐者,致以深深的崇敬。 愿天堂没有病痛,愿天堂继续想起您那熟悉的声音。 同时也希望谭炳文先生的家人和朋友早日走出先生离去这件事情的阴霾之中,重整心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同时作为一个接受了谭炳文先生作品熏陶的粉丝朋友们,希望我们为谭先生祈祷,愿天堂一切安好。 让我们在先生的敬业精神,为梦想执着的精神鼓舞下,勇敢地面对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乐观向上,随遇而安。 让我们在心里永远记住这位老人,记住他曾带给我们的欢乐。 愿天堂没有痛苦,愿谭炳文先生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情,愿那个世界里充满了人世间的温暖,有欢声,有笑语,更有您优秀的作品。 据国家癌症中心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392.9万例,其中肺癌发病人数居恶性肿瘤首位,每年因肺癌死亡约63.1万人。 在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之首。 早期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虽然可达80%到90%,而晚期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却不足5%。 当肺癌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常出现咳嗽、呼吸困难、胸痛、气促、低热等症状。 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两周,经过治疗不能缓解,就要高度警惕肺癌存在的可能性。 但由于肺癌早期症状较为隐匿,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为晚期,所以为了身体健康,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著名中医肿瘤专家林立珠表示,每年做一次体检非常重要,尤其是低剂量螺旋CD体检。 这一检查可以找到一些临床上不容易发现的小病灶,灵敏度比X光要高。 下面这些生活习惯很危险,如果你有的话一定要警惕了。 1.吸烟 吸烟是应发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生活中喜欢抽两个的人不在少数,或是用作消遣,或是释放压力。 当抽烟抽多了以后,可能会诱发肺癌。 烟草中含有超过3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含有的亚硝氨和多炼芳香氫类化合物等物质都具有很强的致癌活性,被吸入人体以后要通过肺来过滤。 肺部细胞久而久之,就有可能癌变,引发癌细胞。 所以常年抽烟的人群要注意了,戒烟还有每年的肺部检查不可少。 2.吸二手烟 烟草与肺癌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但是有些朋友不抽烟也得了肺癌,这种情况原因有很多。 其中吸二手烟就是一个常见的原因,家里有人抽烟或者工作环境中有人抽烟,久而久之可能会对自己的肺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爱吸烟的朋友吸烟要看场合,不要为了自己的快乐害了别人。 不吸烟的朋友要尽可能远离二手烟的环境。 3.厨房油烟,汽车尾气,装修材料散发出的有毒气体。 石油,煤盒,内燃机燃烧以及沥青公路产生的气体等都有可能诱发肺癌,所以要尽量避免吸入这些气体,比如厨房要开油烟机。 4.情绪不佳,常常生闷气或者抑郁会引起干预气质,气血难以通畅,可能就会引起节节甚至是癌变,所以生活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 5.由于工作要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或气体的话,要做好防护,比如生、食棉、铝制品的副产品、焦炭炉、氯乙烯、福尔马林等都有可能诱发肺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